哈喽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,随着新赛季的更新,巅峰榜单迎来了定榜,最终主播薇良立刻群雄,成为24赛季定榜第一,而且薇良还是全网为一个2700分,薇良已经直播200多天了,一路走来他的人气一直在上涨,主要是薇良的实力太过于出众,这几个赛季经常登顶巅峰第一,完全抢了其他主播的风头,不仅如此,薇良的人品也是非常不错的,不说脏话不骂人, 脾气很好,薇良的努力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,除了将自己大号打成巅峰赛第一以外,薇良还打了两个小号,其中一个小号也进了巅峰前20名,无论怎样,薇良还是如愿以偿了,首次成为定榜第一,其实薇良之前是在微信玩游戏的,当时登顶微信第一之后才转战QQ去,当时应该是有一种无敌的感觉,毕竟微信区的顶级水平没有QQ这边高,QQ去有很多职业选手和顶级主播, 薇良这才转了过来,经过一段时间努力终于登顶了,巅峰第二名是主播莫辰,他凭借着打野曹操,居然能继身巅峰前三,也算是一位传奇绝活哥了,毕竟从来没有人把曹操打到如此高的分段,可能是受到莫辰曹操打野的影响, 游戏中遇到的曹操打野,逐渐多了起来,而北木这个赛季的成绩,就一言难尽了,这次定榜北木连前十都没有进,要知道北木是上个赛季的定榜第一,现在没能进前十,对顶级玩家来说,算是一次状态下滑,恐怕在新赛季里北木会重新开始充分,但是巅峰榜毕竟人才被出,随时都可能杀出新的技术主播,来挑战当前主播的权威,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威良终于登顶呢?